趕在雙十國慶前夕 軍備局開放裝備展示 除了小英總統耳廷面面 一套要價6萬元的 全新戰鬥個裝 同時國軍還在現場 展示了最新的捕捉器 若在國慶當天遇到歹徒強襲 就可以立即將他制服 一聲巨響嫌犯立刻倒地 國慶當天的高規格為安 包括集合電擊強框 不忘三合一功能的 制爆神兵捕捉器 以及遠端監控的高倍率望遠鏡 甚至有如電影鷹眼的 三維空間資訊系統 都很有可能派上用場 再再確保維安滴水不漏 當然也少不了 今年國慶的主題 救災裝備 有一些年國慶是救災年 雖然現場也提供像這樣的 拋繩器元敲座展示的項目 從颱風天溪水暴漲 派上用場的拋繩槍 到清除災後殘局 十多種用途功能的 多功能元敲 通通成為展示項目 此外國慶當天 多次投入水患的 兩棲戰車AAV拐 以及參與復興空難 搜救任務的N3扶橋車 都將參與分裂式 但救生們恰巧 以救災為主題的國慶 當天很有可能遇上 颱風百合湊一咖 恐怕在慶祝之餘 事關兵們還得隨時待命 記著董要求一張 我們先台報道